中国造船公司高雄总厂 位于小港临海工业区 占地93公顷 原来是一片临海的余温和甘蔗农田 主要工程为兴建一座百万载重吨的甘船屋 由容工处和日本陆岛建设公司合营承办 甘船屋低于海平面13公尺 船屋长950公尺 宽92公尺 深14公尺 完成后有两道中间闸门 可以将船屋隔为三段 每段独立使用 甘船屋第一阶段的工程 是以土方开挖为施工重点 63年1月 容工处动员了大批的重型机具 和经验丰富的工程人员 全力展开规模庞大的 土方开挖作业 全长接近一公里的甘船屋用地 划分为两个开挖区 第一区除表层为粘土层以外 其余都是杀质地 开挖后的大量地下水使工作无法顺利进行 因此采用点井施工法来解决 为了使水位迅速下降 在甘船屋四周分区分段施射点井 点井是地盘改良中最佳的脱水法 地下水抽搐以后 使原来潮湿软弱的地盘成为甘石 并且能随着船屋土方挖掘的深度 一层一层降低水位 对基础开挖和结构物的施工 有很大的效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